成为奥特曼TV支持的特利加 花絮既然能如此的好看 舔狗心心念念的炸模型 和特利加大结局的 现在首次全面海上布景 其拍摄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秘密 微小超人真宗剑物的饰演者 四板赖我 又是如何被选上当年的主角的 本期视频咱们就来看一看 特利加这个号称比正片都好看的花絮 到底都有哪些有意思的小故事 大伙都知道 特利加的人进体 真宗剑物的饰演者四板赖我 在参与奥特曼之前 就是已经出道的偶像组合成员了 但估计有不少小伙伴都不知道的是 当年的他之所以被选来演特利加呢 其实还是咱们的老朋友 当时实现特利加的导演 版本老贼一手力推的 而根据版本自己的说法呢 他觉得四板赖我这个小伙子 浑身都散发着一种好人的光环 让人非常的想要和他一起工作 同时他的表情也是相当的天真善良 特别是这个笑容更是开朗无比 版本更是直言 他淳朴微笑这一点 对贱物这个角色相当重要 好的家伙 谁能想到后来被我们 一直诟病的微笑超人 当年之所以能被选上 竟然还真是因为他这个微笑呢 接着就是女主金尖杰明 他的饰演者风天露娜 由于是同时饰演杰明 和超古代女鬼幽莲莎这个角色 所以为了做出区分 露娜就会在饰演杰明时 有意地表演出阳光烂漫的感觉 并且会在说话时 有意把声调提高 以此让语调更可爱一些 而在转化为幽莎莲时 露娜又会有意地强调一种神秘感 而除了男女主之外 第一胜利队的众人 同样也是本部剧中的 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说到这个 其实众人对于 能穿上胜利队对付这一点 全部都是觉得非常击重的 不过这个倒也正常 拜托 这可是印着胜利队对徽的皮夹克 谁穿谁不迷糊 说完了演员们 接着就到了万众瞩目的特色部分了 说实话 阿伟是真的一点没想到 第一集里那个 那么震撼的泥潭恰 竟然只用这么几块破布就给做出来了 而由于皮套身上的泥巴 会随着时间不断的凝固变异 所以工作人员们 还需要拿着喷枪 不停的给特利加和卡米拉身上喷水 来让泥巴保持在一个黏乎乎的状态 而同样是在第一集中 还有一个时隔15年后 再次回归的特色手法 不知道大伙注意到没有 没错 这个环节 就是挺口心心念念的 大怪兽环节 在特利加的第一化中 特色组的大佬公穿秀男 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倒出了这只戈尔巴的塑料泡沫模型 并在最后将内部掏空 塞上炸药导上复杂的引线 而到了这一步还没完 紧接着 制作组会用人偶 来确定后期特效合成后 特利加的大概位置和大小 随后调整好 用来模拟戈尔巴 被光线击中后的灯光照明 而在这一切就绪以后 才是万众瞩目的爆炸环节 好家伙 看这复杂程度 也难怪之前的填口 一直求而不得了 一个月的努力 他了一下就给当烟花放了 这成本实在是有些高 而在之后的第二集中 特利加就一位大伙带来了 另一种风格还拍摄手法 那就是与此前第一集 完全不同的城市战 在城市战环节中 有个打供给特利加 按进大楼里锤的环节 而在拍摄这个场景时 工作人员会先打造一个 正面的泡沫板 左右两边是木板 后面直接镂空的 三面大楼模型 此外 为了不让特利加 被打得从大楼中穿过去 剧组会在泡沫板的后面 再垫一个钢板 而在拍完这段打戏之后 紧接着就有个 特利加穿楼而过 飞出去的镜头 为了拍出这种效果 工作人员直接将大楼解体 然后整体旋转180度 再重新组装起来 让特利加从空着的那一面 也就是泡沫板的背面冲进来 再从泡沫板那边飞出去 不得不说 这两镜头在证据中 点起来的效果 当真是相当的牛逼 除此之外 本次特利加大截局中的海战 同样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作为新人代首次的 全面海上布景 本次的场景布置 也是非常的用心 美术部的员工 要先用木头 来把五台四周给围起来 最后再在这个基础上 用烧面就要铺上栏布 然后为了防止穿帽 还要在这层栏布之上 再加上一层黑布 在做完了这些以后 才可以进行蓄水 而这水鱼蓄 就足足要蓄三个小时 不过阿伟说实话 这个确实看得出来 导演组为了还原 迪迦结局的海战名场面 还是费了好一番心思的 可关键就在于 你还原的时候 就不能给这个鸡毛石子 给整得深一点嘛 这那么浅浅的一层 连脚都盖不住 你要不去看看 铁家当时的水都淹到哪了 人家那个才能算是海 你呀这说穿了 能算个小食堂都顶天了吧 而在最终战斗开打之前 製作组的成员 还需要把特利家 和梅加洛杰厄的皮肚弄尸 来增加氛围感 而为了还原出海战的真实感 这一药一兽 一边打着 旁边的特殊组的成员们 还要在一边用木柜推水 制造出海浪和飞沫的感觉 此外 为了体验出 双方战斗之激烈 特效组还在双方的攻防中 使用了大量的火药 确保全权打到肉 四次飙火化 而在结局的最后 为了营造出 最震撼人心的收官效果 特射组再次祭出了 他们的大杀气 爆破微松模型 不过不知道是因为经费不足 还是时间不足 一或者是单纯的没有必要 这最后梅加洛杰厄的模型 就只做了半个身子 但不管怎么说 这最后的效果 还是相当可以的 好了 咱们本集就先到这里了 由于特里加的花絮 值得说的点实在太多 一期根本讲不完 所以咱们就分了上下两期 下一期呢 阿伟就来给大伙讲一讲 哈米拉人心体 姚辉和泽塔的回归 利布特和小金牛的客栓 以及那个男人的登场 他们的幕后 都有着哪些有趣的小故事